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正论 有消息都不是消息的了,都肯定了 李家超将会带领整个立法会一众人等,90人 尽可能齐团,就会去访问大湾区内访 时间会是4月21日到月底,为什么这么迟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上任这么久,带同21日考杀大湾区 就搞到要审批款项,就是立法会要开会 就不知道他审批多少钱,我相信多也没有的,可能都要过亿了 不是一般的小数目,不是几万元,十几十万元,政府撥款搞定它 可能是千万计,所以要立法会的财务会撥款 那你猜会不会不撥款呢?当然不会啦,浪费的 就是花钱,公家钱自己去大湾区旅行,饮饮食食 还这么齐人,是不是?既然是特首带队,90人 连着他的助理,还有一班官跟上去的嘛,政务官,是吧? 可能啊,卓永兴啊,那些都跟上去的嘛,啊,茂波那些都跟上去的嘛 照计就留回了,陈国基在香港的,留回了副手,不是一架 就是你坐一架专车上去被人炸了,那就真的,啊? 真的不是很好的利是,对不对?全部都没有了 都怪的,你搞这个团队干什么呢?虽然,我认为一定没有的 不是想煽动,有人炸他们的,毫目90个都是等于一个议员 那当然炸死了一个特首是有这种意思的,但是 接着还有一个政务官,香港还有一个政务司司长的嘛 是不是?有没有顾具安全的问题呢?我想他们没有了 啊,一看到就去旅行,非常之兴奋 本来还不是,四月去的,应该早去的了,特首上场这么久 没有什么亿兵,没有什么亿兵,这帮忠诚废物 那有什么好得过,用公帑去玩一次呢? 又可以做,好像做事那样 我们不陌生啊,李家超又去过沙地亚伯,又搞过几次金融峰会 跟着又去过广州,是不是?去完两会之后又去广州 跟广州都谈好了,那的确是有些成绩的,什么成绩呢? 就是有很多零团废的团来香港了,搞到 整个百万游客啦,回复四成啦,但是全部是那些 我们讲低端客啦,低端客就是 就是连茶餐厅都不是很受惠那些啦 但是搞到那条街上站了很多人都吃东西啦 引起社会问题,这个近来大家都尊多意见啦 是不是又搞到光复香港要拘黄呢? 我都不希望再有这些这么不愉快的场面呢? 那很奇怪哦,我们讲,我们讲歧视问题嘛 是吧?就是评机会,朱敏健又提议 说不要歧视这些国内人嘛,不是想歧视的 那现在带头歧视的,网外忠诚废物的那些区议员啊,民建联那些 哇,我们搞到九龙城歪了,在那里哭哦,搞到街坊很惨哦,这样 还有官方是哦,我们要跟这些旅行团商量一下 那就叫他不准那些人,啊,限他多久吃东西啊,这样 喂,你真是歧视贫穷的,同胞来香港旅游而已 是贫穷歧视啊,你本身你专门要出声的嘛 歧视不可以这样的,歧视不存在的,窮没有罪的嘛 是不是?在街边吃东西都没有罪的嘛,不要看之外 是不是?那他,我们欢迎一流的贵客来到中环 去到红磡土瓜环的地方,为什么去那里我都不太明白啊 那你什么客人都有嘛,都是过门都是客啊,是不是? 他都叫他花几百元才下来啊,那我们都不应该 但是不是一般小市民开始出去,竟然是那些一、二元的官方先 那是不是现在上去大湾区走一走,特首带动九十人上去 那你有数据的,立法会去齐参,就是九十人啦 不是,差一两个都好了,近九十人,再加政府官员 如果每个人带一个助理,要的啊 那他还有很多香港的事务要来的嘛,是不是? 要联络着香港,很多市民要接见的嘛 那每人带一个助手,那团人成三百人的啊 那么大棚人,那还有呢?除团还有记者呢? 当然要啦,做公关的嘛,这笔钱不少的,是 那钱都还其次,那搞来做什么呢? 那我说奇怪啊,行政立法本来就是对立 就算不是对立,都是负责监察你,那干嘛一起上去呢? 是不是?如果你有立法会上去,那立法会上去 他的对口当然是要探访人大啦 大家讲一下立法权啦,怎样监察政府啦 国内的人大有监察政府的啊 现在你就一团人去呢,就好像齐齐,很宽畅地去 那就好像呢,我们是自己人啦,我带队啊,我是老闆啊 喂,以前真的立法会啊,是民选时代啊,那些议员,尤其是民主派那些 不给面子啊,这么朋友干嘛?我要监察你的嘛 你出钱我就要跟你团去喝喝吃吃的,被人辣口的嘛 现在不是,现在提宽畅同兴河,大家一起 那已经肉酸啦,还有很奇怪,你上去 访问大湾区,除了喝吃吃,你还可以做到些什么? 是不是?我们不好嘛,不是不记得啊,立法会 本来不是他的工作,那么他努力都没所谓,就去访问这个东南亚啦 去过印尼啦,去过越南啦,马来西亚啦,我去找生意嘛 本来就不应该要议员去找生意,那么好啦,他们 我去香港,香港经济不好,花公帑去 那除了别人接待你吃一餐,然后你都要花钱的 那除此之外,有什么成绩回来呢?什么成绩都没有,什么单都没有 特首自己也都说什么都没有,那不少东西了 已经八个月了,九个月了,哎,不是八个月了 足足,九个月,上任了,清零都解决了这个清零问题 动态清零,伏偿了三个月了,清整 那如果大家晚上又逛逛市区,簡直是一潭屎水 整个香港的正硬的,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危急了 但是好像特首就不太紧张,李家超 现在呢,整天我们问他,那怎样呢?香港现在走上这样,好像不是很好啊 整个世,你们准备怎样呢?振兴啊? 又说风光无限的,鬼影都没有风光无限,怎样呢? 不过呢,现在告诉你呢,就将会去考察,考察就代表政绩了吗? 不是的嘛,是不是?还有这件事,为什么这么迟去呢? 你的市议员已经,你都八个月,九个月了 那个议员呢,议员年纪做了,我还没有法治 我相信不用,我不会努力去记他的名字 最多几个月,看彼时有丑闻,我会记得名字 其他那些全部都不记得名字,那些人是吃公帑 吃鹿,每个十几万人工,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也都不见他有什么尖銳的批评政府,诸如此类 全部就行政主导,那现在呢,连喝喝吃吃都由政府照顾了 那其实这个感觉很肉酸的,很肉酸的 那面对这个政府,加上这个立法会呢,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笑 还好笑哦,本来说早上去的了,但是度来度去度不到期 为什么度不到期呢?三月上人大,李家超就要排到很悶了 要上去招呼,要带九个局长上去准备列席人 准备建立工作关系嘛,将会给人KPI嘛 这个我就紧张一点了,介绍过了,密切留意了 至于那帮议员怎样KPI他们呢?谁去KPI他们呢? 我也都介绍过了,我这些有心度,不是自问,是不是? 我不是就这样看新闻,也研究过了 那田飞龙曾经建议香港市民为这些议员评分 看看他们做得好不好,有没有监察政府 他们的工作表现如何,那你要先努力 或者每人弄一个网站,把你的工作都放上去 等我们去观察一下监察一下你的发言 我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也好,你们不是说选出来 别人都知道你其实就委任了,等于供应时就委任了 那你们都要做出一个人民代表应有的表现 否则你负责不负责?资了那么多公帑 他们不是的,现在就说去,那还差,为什么四月底这么迟? 你就算是组团上去,你整年了才组团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呢?我原来呢,因为三月头呢 就要人大开会了,去了,三月尾四月头呢 四月头呢,四月头原来是复资假期哦 这帮议员呢,尊贵地呢,就要放假哦 那么就要就他哦,原来一早就已经告诉他们 你们定了,我们就就你的了 即是特首又不空了,回来要做一下事啦 然后呢,四月尾才组到这个团了,所以你放心去放假啦 哇,你做议员一到四月,四月啦,就快,已经四月啦 一到四月,你月头就放假,月尾又去,那你还需要做事的 一般小市民,很公开,想找工作都没有 你们这么多事,没有时间做,乖着旅行 你们都好意思哦,这个特首都好意思哦 就是呢,没有的,我是整天提着的啦 我也希望大家时时提着,现在没有民主 没有有效的公民社会监察,都好啦 那我们是立策人支持了你的嘛 你们这帮议员,你们要以政的嘛,要监察政府嘛 你政府要交成绩给我们看的嘛 唯一说到的呢,最近呢,这些议员就没有人回应的 但是呢,就是叶楼帅就说要剪掉老人家的两元 因为政府开始没钱了,哇,整百亿啊 喂,炒了你们就刚刚好咯,方向你们不用了 整百亿啊,这个议员的议员 全部委任,一人给一万元津贴他 一个礼拜开日会而已,还时时都喝喝吃吃吃 哭到去做了,谁人都做到了,这样的议员对不对啊 骂你呢,就好像挑剔你,但是你真是丑不丑啊,你们这帮人 真是想问一句,我看见这些新闻呢,就不知道为什么火就上来了 至于你的李家超呢,开会就是了,现在一会议就 就是组织就一个,也只不过啦,除了你搞个黄元山搞了个 特首顾问组,又搞了个大顾问团 李泽街都,李泽街都叫他来做啦,那呢,又是开会 据说开了啦,最近听说,特首顾问团开完会 那那些政商马人混习,个个人就争取发言 第一次嘛,在礼拜府宇宙请他们,又是宇宙请 然后呢,就扔了一段废话,那香港就继续 水淨河飞啊,市面,你知不知道啊,现在就是见到 有的都是一些零团发的旅行团啦,而香港人就涌出外面 还有少少闲钱的人涌出外面消费,自己都不留在香港消费 那么简单,还是个个月的经济指数 那些楼价一路染染下跌 移民人数就按月维持上升,势头不变 精英就走了,股市就一盘死水,升下降下,人为的,没有那些生机 那现在究竟香港走向什么路,以后怎么办 搞几间公屋都搞到一坨东西那样,简约公屋 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高兴,为什么你会有五十九分,我很奇怪 我怀疑都是钟庭宇整股你,特意假的 到你真的看到自己的民旺跌的时候 你都够给习近平炒了,管你走就对了 好了,实际上真是,看不到香港有什么好的东西 但是看到这帮忠诚废物家这个李家超政府就花费公堂走去 要是你说清楚了,我回去我拿到多少生意回来 邀请到多少游客来,跟大湾那六个区谈碟了 他们会给多少贵客来香港,振兴本地经济,这样就幻霸 你不用叫香港人上去,香港人有亲戚朋友一定上去 人家欢迎都来不及,而且不用你叫 不过你可以诈诈诈诈诈诈去骗他 就说我们又叫香港人上来消费,你就叫那些人下来 那我们胡同有无啊,这样搞活他 看看你能不能拿到那些东西回来 不然你去做什么呢?我请问你们,你们这帮议员 你们不留在香港监制政府,你们就和政府一起享乐 用纳税人的钱,你们想怎样?究竟你们想怎样? 好,骂完,多谢大家,下条片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